有网友在这个网上讨论上海地铁计划实施早高峰线流的这个车站的状况 我也查了一下 看了一下发现这个 如果说29号和30号这两天代表周末和这个工作日的话呢 你看到的线流的车站大多也都是在9号线上 9号线上的九亭站四金站舌山站 都是要线流的 而8号线占两席 1号线占一席 这就是目前上海这个人流最集中的地方 所以应该说对于这个9号线 一个是真能啊 是继续的增能 但是已经可能到了极限了 另外一个就是要对这个分流 要把9号线的相关人流分一下 你像四金 舌山这边都是大居 都有很多人 九亭也是传统的人口集中地 能有一些什么办法 能把这些人流分一下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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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